用一个配件夹的锅子 我们拿到鱼器 首先是拿一半十字螺丝刀 然后用配件夹这样子 对好对 用螺丝把它上好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左边 这边都是插上的 这边都是插上的 你要把鱼器撞过来 这是电脑 插上电脑 手柄插这两边都可以 通用了 随便插一个口 另外一把就插到这个 中间这个是脚踏板的 转成锦 针头 厂的面穿板上面扣板 它就要凹槽的 它就扣了 这样子 这里卡紧 想一下卡紧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开机 随便选个这样子 一二的话 它就是要刷卡 这张卡 往后面这里有个标志 放在上面刷一下 现在就可以操作 这是它能量 身体的最高是300 身体的最高是300 身体是7.0 这个是它一个爆发模式 这三发 下面是它一个 单前操作的设设 就是它每个针头都标志 下面这个是你刷卡的设设 就是上几头卡的设设 就是上几头卡的设设 就按几头 然后踩脚踏 这个操作 好 接下来我们演示器的操作 我们先操作前 先清洁皮肤 它是消毒皮肤 敷麻的话 有个人需要敷麻的话 就是敷麻取决 个人的一个耐受程度 如果敷麻的话 大概45分钟左右 清洁解除麻刀 我们再清洁消毒皮肤 再进行操作 调整好参数后 我们再演示器开始 操作前 我们可以涂抹一些修复产品进行操作 可以做一个压路导入 准备开始操作 我们水纸 贴紧皮肤 正常的话 我们是 90度水纸 不可倾斜 或者虚空接触可路 我们贴紧皮肤的话 适当的用压力压紧贴紧皮肤 我们再踩这样的脚踏 开始操作 我们以盖整个形式操作 就是 覆盖 30%到50%的一个相近距离 大概操作走1-2倍 只可 在操作过程中的话 我们是要根据客户的一个反馈 再调整合适的能量 再调整合适的能量 所以我们可以把身体操作 然后操作自己的区域的部位 它的参数我们要调整一点 接下来我们是放身体具体操作 操作前清洁消毒治疗的一个部位 我们准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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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将串头随时贴紧皮肤 切记用力按压皮肤 紧贴的皮肤 不可以 会这样子 只是贴合 一定要贴紧完全用适当的压力压紧贴紧皮肤 再踩脚踏开始操作 我们也是以盖章的形式分断了这样操作 大概重叠30%到50%的一个相近距离 大概走一到两遍 以此类推 然后再看出其他条线 或者自己无法立像 移动 拿起来 轻轻 把故事涨剂了 谢谢观看